各位好,我是冰子 海牛作为阿姆罗在小说中的作家 一直都有着很高人气 而且自从去年的钢普拉博览会 RG海牛亮相以来 关于这款模型的热度 一直都是有增无减 而现在这款模型终于公开了详细情报 RG海牛高达 售价4950日元 预计2021年9月发售 全身的细节都有非常精细的刻画 模型的多处关节采用有联动机构 当膝盖弯曲时 就可以明显看到其中的机械细节 右腕的机枪可以通过下压右手伸出 背后的浮游炮都可以展开 收纳在背包上时也有一定可动 武器配件上附属了专用盾牌 专用光束步枪 光束军刀 以及一门新型超级火箭筒 作为一款年度重磅新品 相信这款海牛的素质 不会让我们失望 而作为它的对手机 同样很有人气的HG夜莺 也一同公布 售价7700日元 预计2021年7月发售 比RG海牛的出货时间 还要早两个月 模型忠实在线了 夜莺堪比MA的巨大体积 算上左右的推进翼 全宽可以达到40厘米 双臂具有拉伸结构 用来增强可动 腹部装甲可以打开 露出内部的Mega粒子炮 巨大的推进翼 可以收纳在背后 并且翼上的浮游炮 均可以单独取出 群甲内部隐藏的机械臂 也有还原 这种巨大的体积 再加上夜莺 充满威严的造型 就算只是单单摆在那里 就已经显得魄力十足 SD-EX飞翼灵士 售价660日元 预计2021年7月发售 没想到这个系列 还在推出新品 连官图都救不回来的偷胶啊 曹操飞翼以盛装 售价880日元 预计2021年7月发售 曹老板换上了飞翼的马甲 除了变得更帅外 演播的特效件更加张扬 《悟空卖充DX套装》 售价1540日元 预计2021年8月发售 包含有本体 以及猪八戒和杀乌镜两套武装 可玩性绝对是够了 但没想到两个师弟 直接就做成了大师兄的配件 不知道在之后的故事里 有没有他俩的戏份 信长艾比安黑暗面具 售价770日元 2021年9月发售 亚森X售价660日元 预计2021年8月发售 作为一名怪盗 在头部设计有 与怪盗身份相符的 高筒礼帽和单片眼镜 附属的各种道具 可以收纳在他的白色披风内 警长翠绿暴风DX套装 售价2200日元 预计2021年9月发售 相比原来的警长 增加了飞弹 加特林等大量强化武装 同时在这个套装中 还附属有警员用的 飞行装备和脚步装备等配件 警员翠绿暴风 售价660日元 预计2021年9月发售 除了配色与头部的造型 与警长有所区别外 武器增加有一只光束颈棍和盾牌 试玩G-Frame第14弹 售价各550日元 预计2021年8月发售 这次分别是苍蓝命运1号机 伊弗利特改 吉姆指挥观型宇宙战式样 迅雷高达 以及对应的骨架和配件 G-Frame EX-04 苍蓝命运2号机与3号机套装 售价3960日元 预计2021年8月发售 包含有考试系统启动时的 替换配件 以及漫画版 苍蓝命运1号机的 头部造型零件 F-R-S 拉克斯 售价3520日元 预计2021年8月发售 采用的是经典造型 各关节具有一定可动 长裙可以移除 变成短裙式样 附属的三张表情中 通长脸为印刷件 来达到更好的效果 按照老B的套路 相信在不久之后 就能看到换了发饰 与胸部配件的米亚了 这就是本周资讯 我是小小兵子 如果有下期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